应该可能他现在也会有点懵 心里虚了 对 尝点 有了 关键比分的时候还是进攻的时候 你会比较心里更有树立的 防守的压力更大 像现在前两局还好一点 特别打到第三局了 那个关键分的时候 那真的就是不管 除非你真的就是能掌握得了 很控制场上这种节奏 否则你真的就是下压 只有下压是保险的 而且到了那个时候 再好的防守也会心虚 也会容易虚 对 再一个就是出现那种机会的时候 进攻的一方 他一旦有机会了 那个真是 吃尽全力 在最后关键分 现在是韩国队发球下网 这样使得成熟赵云磊是经过一场苦战 2比0取得了比赛的胜利 双方都觉得这个比赛肯定是打得挺艰苦 这样成熟赵云磊就进入了本次女双比赛的四强 好观众朋友 今天这场比赛呢 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 感谢赵婷婷为大家做的精彩的点评 也谢谢您的收看 再见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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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